朋友们大家好 前段时间中国国防部公布 火箭军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很多人猜测这是东方31AG 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有德语媒体报道认为是东方41 这显然是不对的 这是时隔44年以来 中国再次全程测试洲际弹道导弹 而且是实际射程 陆基公路机动发射 12000公里射程 多弹头 末端激动等等 这次词汇凑起来足以说明 这次中国打出的战略底牌 有多大的威慑力 最震惊的当初是漂亮国了 想当年漂亮国的国务卿 一句凭实力地位说话 妄图打击中方的气势 如今中国打出了自己的实力 啪啪打脸漂亮国 面对这次东方快递 漂亮国就变得异常冷静 毕竟12000公里 足以覆盖漂亮国本土大部分地区 但是这种战略武器是大国的底牌 既然是底牌就不会轻易用 对于漂亮国及其盟友 比起东风导弹 中国能够展示的是另外一种常规武器 而且这让他们更加头痛 这是本人上段时间去广州 在珠江星城一带网上偶然看无人机表演 及广告时的第一想法 当晚我与德国朋友一起观赏 珠江星城以及小蛮腰绚丽的夜景 这让德国朋友目瞪口呆 直呼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因为在欧洲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摩天大楼 当然也不会有如此超现代的霓虹灯及夜景 这是国庆的准备工作 这是广州 这是广州 是广州 接着我们往朱江江岸走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密封般的嗡嗡声 抬头一看 头顶有数百甚至上千无人机同时升空 变化着各种造型 背景音乐配合 让这场无人机表演精彩分成 这边 它是全能最適合的 哇 村上镇刻部长 在这里 楼里面目搜射 这边都是第二弦 五百万 大度上镇下镇 检子 我的孩子 是在里面 好,欢迎 是有点意义的 好看 這是這部電影的影響 像是被你看到的影響 我看你一看 就是这个阶段的阶段 这个团阶段 中国国企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Piano 好的 非常漂亮 这夜景 大概持续了15分钟 20分钟 我们看着看着 意犹为尽 我的德国朋友 及我都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目睹这种景象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有点点 刘老老进大观园的感觉 可惜事先 没有人告诉我 当晚有无人机表演 所以我们所处的角度 不是特别好 如果当时我们在广场上 以小蛮腰为背景 我相信画面一定非常完美 还是有点遗憾 我的德国朋友说 此类无人机表演 不仅精彩 而且还特别环保及安全 因为对比传统的烟花秀 会产生大量的那种空气污染 还有火灾危险 对不对 可是无人机表演 它的花样更多 更绚丽 几乎没有空气污染 已经没有火灾风险 后来我突发奇想 因为俄乌战争大规模使用无人机 我就想 假如上百架 上千架 甚至上万架无人机 他们携带武器 同时向敌方进攻 犹如万箭齐发 敌方的武器拦截系统 肯定对付不了 对吧 看来军事用途绝对是可行的 而且成本可控 一架无人机 几千块钱 可能上万块钱 所以总体来说 可能成本不是特别高 国庆期间 深圳进行了天空之城 大有可能全程万架无人机表演 每天共有一万架无人机进行表演 这场备受关注的无人机表演 是深圳大摩大制控公司提供的 核心技术就是无人机 集群自动化表演V3系统 一万多架无人机 同时进行集群飞行表演 需要精准控制飞行轨迹 速度高度乃至每个细微动作 万架无人机做出这样 整齐化一协调的动作 需要的是复杂的算法 高效通信 还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无人机上还有可调节的LED灯组 丰富的色彩变化和光影效果 也是需要精准的灯光控制算法和实时数据传输技术 更关键的是V3系统还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听说这家深圳的公司也就是大摩大制控系统公司 也到世界上很多地方进行了无人机表演 据说也到过德国 还有据说此类大型无人机表演 国外关注度也非常高 比如说特斯拉CEO马斯克就转发了相关视频 称这令人印象深刻 交互里面 好 好 嗯 有些人 有些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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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讨论非常热烈 他转了这个视频 光是观看量就超过了9500万次 也就是说接近1亿次 评论有8700多条 我们选几条来看看 比如说Safety First这个人 他说 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秀 就像中国的无人机秀不断挑战极限一样 接触师也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挑战设计极限 Safety First这位网友说 看起来像外星人的飞船正在进入地球 这个叫Hugh Kakunas说 当我们在策划战争时 中国却把精力花在创新和商业上 我认为中国是对的 精彩的无人机表演难以置信 还有这位叫BIPOC Doing Racism 他说 看了这个我意识到这不可能发生在美国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做无人机表演 而是因为黑人会毁了他 趁机抢劫仰头看无人机表演的人名 这位叫Red Tusk的网友说 破具娱乐性 但当我想到8000架完美协调的无人机能力时 他们都精确到了方寸之间 非常可怕 这位叫Tim Swann说 与此同时 美国正在忘记如何区分男孩和女孩 哈哈 我们看评论区真的是相当的欢乐 对不对 另外在评论区还有网友认为 不敢想象中国将这种技术用于战争会发生什么 俄乌打这两年最大的副作用就是 让本看起来和平又科技感 实俗的无人机集群变得让敌人胆寒了 这种技术的恐怖之处已经在多个地区冲突中展现了 所幸科技掌握在文明手中 在中国它平时是赛博烟花 战时则是无量风群作战 1万个无人机装上弹药 就是1万下从天而降的长法 朋友们深圳1万架无人机集群表演 这是目前程序控制集群无人机最巅峰的技术 最巅峰的技术 最大数量展示 然而这只是中国无人机企业之一 这一领域中国还有很多家同等规模的相关企业和机构 这个市场现在在中国有点卷了 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之前 9月3日 大摩大智控在吉林省延边进行了无人机表演 共有7598架无人机参与同步表演 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 深圳高聚创新就用了7998架无人机打破最大的 由无人机形成的光源影像吉尼斯世界记录 9月5日高聚创新又用810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 刷新自己的最多无人机同时飞行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在9月26日就是大摩智控在深圳的表演了 共有10197架无人机同时升空 创造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 吉尼斯世界记录 朋友们中国的民用无人机尚且如此 那么军用无人机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这种民用无人机生产线 在战时的时候可以全部投入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后勤以及作战能力 这方面我相信除了中国之外 没有任何哪怕一个国家有能力这样做 大漂亮肯定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朋友们你们觉得像中国这样 民用无人机超过万家的同时升空 而且整齐化一的这种表演这种超算能力 你们觉得可不可怕 如果真的用到军事用途的话 中国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好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请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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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